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装回去的时候不会搞错 拆下来的这个东西也是按照它基本的有摆放的规律 把前面的空调的散热器和这个一个油 刹车油是一种刹车油 这个散热器 两个小散热器先拆下来 我看这个前头啊好几个 水箱的 还有机油的 还有应该是齿轮香油的嘛 这些散热器都要一个一个一个拆下来 总共五个散热器 这是空调的这个冷煤 这两条管子是这个那个小散热器的一进一出 它就是刹车油的 现在拆这个机油的这个散热片 现在这个车就拆成这样了 就基本上把前头这部分都给它弄清楚了 因为这个地方有点窜机油 我就开始找这个这个点 因为这个窜出来的机油啊 它把这个空气滤芯给弄堵了 空气滤芯堵了之后 它进气不够 所以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啊 冒黑烟啊 汽车其他方面的问题啊 没劲啊 现在这个问题找到了 我决定找到了之后 就针对于这个问题进行解决就可以了 不再扩大 这个车拆成这样 目前基本上也都比较清晰了 因为其他的部位没有发现隐患 也没有发现什么毛病 所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我估计就没什么了 就是这个 这个沙眼 这个沙眼 这个地方有一个沙眼 因为这是一个 是一个 从这个地方喷出来 下面就是把这个配件在网上预定出来 定出来之后 等它到了 我把它装装配好 就可以了 背头架上来之后 其实它 外头有 大概有 多出来 有 接近一尺 有一尺吧 那这一尺 这部分是悬空的 我要后期做的改造 就是 拿铁架 给它焊起来 把这个一尺的这个部分 上半部给它堵满 下半部然后往回收 收下去 然后做一个 做一个有角度的 铁架 然后呢 上面都跟它连接起来 那这样的话呢 它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结构 就跟这个车厢 然后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了 这样开车开起来之后 感觉是不一样的 等于是对这个车厢做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结构性的破坏 重建 算一个重建 外头是铁架 那边也是 两边是铁架 那你要想封 就拿铁板把它封上 这样的 你要不想封 就铁架就可以了 后续铁架里面 我要装一些东西 携带一些东西 包括铁锹啊 还有一些 这个脱困板啊 还有一些其他东西 有一些外部的设施的东西 就可以装在这个铁架里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用铁板把它封上 我到时候等做完了之后呢 看效果再决定 现在啊这个备胎是在这个地方 在后尾部的底下 但是呢 装上备坨之后 这个问题就来了 因为它的这个 备胎的线 备胎的这个孔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的整个 这个下半部 要到这里 就给它挡上了 这样的话 你要卸备胎的时候 就卸不了了 所以要对备胎这个底件啊 进行改造 得我在想看能不能 把这个卸轮胎的这个孔 给它挪到侧面去 尝试一下 这个保险杠 其实在这个地方 已经不起作用了 它被这个 背驼的这个 后面的这个保险杠 所覆盖在后面 所以呢它还非常重 是一个钢的 那我就把它拆下来了 它已经不发生任何作用 而且它给这个车辆 增加了非常多的重量 那后面拆完 其实就是这样的 那要把这个 这个备胎的这个位置啊 还不能调整 必须把这个备胎 放在这个地方 只是这个备胎架 上面的那个悬架的 那个操作口 要想办法给它改了 我现在来找一个 大铁盐 就找不到 这边有点 这边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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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点 对 有点 对 也应该有点 但是它有的有点 有的没点 对 可以 现在这个七根线子我把它断掉了 目的是要重新接新线子 可是我测完了之后呢 这七根线子有四根有电 三根没有电 这个需要怎么排查呢 这要找高手啊 这个成功的一位 把这个操作孔放到了前面 这样的话钻到车底下是可以打开它的 我这两天一直受这个后面那个拖车的这个灯呢 困扰 老以为没有电 其实是有电的 现在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它已经乱套了 车上的这一套东西跟 那个 那边 被拖的那个 它对应的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比方说车上的这个白色的线子它是地线 绿色的是右转 黄色的是左转 红色的是充电 褐色的是行驶灯 可是这个被拖上面呢 就不一样了 因为它绿色的是行驶灯 红色的是左转 黑色的是充电 褐色的是右转 白色的是地线 这就它没有 我现在就是用这个灯啊 用这个腕润表把它一个一个测量 给它排查出来 排查出来之后呢 这个接线头需要重新接线 进行调整 来让它产生一对应关系 这个事情突破了 现在呢我就把这五根 因为那个背头上它就是五根线 一一对应的呢 这个白色的是地线 这个绿色的是右转 右转灯 右转向 这个黄色的是左转向 这个褐色的是行驶灯 行车灯 这个红色的是充电线 是给后车电瓶充电 这个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 把它排查出来 这就是我自制的 改装的 固定点 一边俩 另外呢给这个底下铺一张板 目的呢是让它底下平整 另外一个呢就是抬高一公分 因为它有一点擦顶 这样的话抬高一公分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其实房车的这个所谓固定的不好 我后来研究了 主要是它往两边窜 往里面窜呢 这个就比较麻烦 我现在做了两个耳朵 底下呢给和大梁的这个底部 给它做了人接 这两个耳朵就起到 固定这个 背驮的这个作用 然后不让它往里面窜 它只要不往里面窜 但是它往上跳又跳不起来 那这样的话 这个时候它跟车体 跟车的整个后箱 跟车的整个大梁 它才是形成一个整体的 否则的话 它窜来窜去的真是 没有办法固定 这个保险杠在这里已经不起到作用了 所以我把它卸下来了 本身它也很重 那卸下来之后还可以减轻一部分重量 那这个地方呢正好我测量完了之后呢 这个背驮的尾部 往下这个固定的点 是可以搭载这个托杠上去 能够搭载到这个托杠上 所以这个部分就没有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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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美国的运输干线 这是美国的运输干线 我现在步行在铁路上 我现在步行在铁路上 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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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两根不锈钢的这个 无能增压的中能管子 现在已经装装完了 非常非常合适 机械的部分已经装配完毕 试车成功 OK 我测试这个 这个接的这个灯 应该是OK的 左转向没有问题 把这个已经烂掉的这个塑料件给它换掉 买了一套新的 这个更换完毕 这个是一个塑料件 它叫雨刮器罩 这个看着很塑料 但是也非常贵 140多 安装完了之后呢 就把这个防水胶条给它压上 这就恢复了原来的漂亮 现在经过测试 现在经过测试啊 这个喷水壶 短风玻璃不喷水 怀疑可能是这个电机的问题 要拆开检查一下 喷水壶里面的这个 这个小水泵 这个坏了 没不工作 我估计应该是买一个换上 这是拆下来的这个汽车的后窗玻璃 皮卡车的 现在这个皮卡车的后窗玻璃已经被我卸下来了 其实就是拿这个这个美工刀 然后从这个压瓶压条的这个内侧给它划一圈 玻璃直接就下来了 我拆下这个玻璃的目的主要是打通后车跟前车 打通的这个这个动作呢 虽然不是非常好 但是呢它非常重要 因为考虑在紧急的时候 它是可以 遇到情况 然后直接从后车 进入到前车开车走人呢 这个对于我们自保 或者是安全的意识防范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个切开了之后呢 就是这样的 基本上切到一半 稍微逗一下玻璃 然后往上一提就可以下来了 这个玻璃呢 因为是弧形的边角 所以呢 你没有办法一步切到位 只能切个大概 现在剩下的部分靠自己手工慢慢慢慢打磨 就要用这个角磨机 用这个角磨机来打这个 磨这些边边角角的东西 然后再处理这个其他的地方 大清洗 你用什么刷啊 醋吗 醋吗 对 对 我现在给你刷处 我都给你刷处 嗯 什么 是丢了领盘 没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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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多好 ok 把玻璃去掉了 我跟他说 用一层钢板 一层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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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 给他封起来 非常棒 开个窗口 这样的话用 用钉都给他吃到这个 皮卡车的这个车厢上 给他吃上去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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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嗯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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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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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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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